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说 华侨银行脚踏车挑战赛发生意外 尤其是不幸丧命令人感到难过 但是任何活动都有风险 人们应该吸取教训 采取更多必要的防范措施 以减少意外的发生 来看记者胡杰兰的报道 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 早上参加一个社区活动时表示 华侨银行脚踏车赛发生的意外提醒我们 无论什么活动都应该做好必要准备 他说近年来长跑 脚踏车等体育运动 在本地越来越受欢迎 这不但有利于健康生活 也能促进社区凝聚力 值得鼓励 陈川仁早上和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 李志生在国家公园局志愿者的带领下 同70多名玉廊区的居民到新河园观察 第一次来 因为我觉得可以看不同的鸟 因为我很少看过 以前好像比较忙碌 工作压力蛮大的 所以有这个活动可以减轻压力 我们很多公园 很多环境保护区 都是充满了这些鸟类跟植物跟动物 我们必须注重这些自然生态 不断地保护它们 增加它们 我公目前有70多个鹿鸟观察点 比2013年多出近一倍 国家公园局希望从今年起 把观察鹿鸟的活动 从每年一次增加到每年两次